今天我們收到關於內會的一個法律意見 我們民主派是決定 第一 我們是會去尋求另一個獨立的法律意見 經我們了解和分析了之後 我們就決定應該會有兩位對議會律程序 和對憲法等等的法律層面比較熟悉的資深大律師 是會為我們去準備這個法律意見的 而這個時間就非常非常之緊迫 因為我們很希望能夠在未來星期五內會開會之前 能夠得到這個獨立的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起碼我們作為民主派的議員 甚至是公眾人士 有多一個法律意見去參考 或者甚至是特首 首先我不明白為什麼今早在他回答 南牙早報英文問題的時候 就透露了他是看過這個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因為據我的了解其實我文件都是在裡面的 在立法會給議員的一個 我們英文叫covering letter 一個免書那裡 就說明這一個是因為部份的原因 所以是原來一個機民 只是會將這個詳細的法律意見給議員參考的 所以這個部份我就覺得有些疑惑 為什麼特首是可以拿得到呢 但是無論如何是怎樣呢 我們得到的法律意見我們一定會用一個適當的情況 是給公眾人士可以全面參考的 這個也都會是希望可以支持到我們對相關 昨天這個梁君彥用公帑建制派拿著來 當這個盾牙也好 劍也好的一個法律意見 我們來作一個 我不敢說是抗衡 但是起碼多一個參考的資料 而另外呢 我們議員也都會 22位立法會議員 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也都了解過相關的 因為就著這麼短時間 這麼短速 要拿一個兩位資深的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相關的法律費用 所以我們議員是會出部分的錢 大概是11萬左右 而另外呢 因為整個總數呢 是大概要30幾40萬的 所以餘下的數目 我們是會眾籌的 我們計過餘下的數目 約是24萬 但是就未加手續費的 所以我們的目標 扣除手續費之後呢 我們是希望可以籌到35萬 計算我們自己拿出來的11萬 總數呢 這個大律師費呢 應該是大概35萬 那就希望可以拿到一個法律意見的 那麼這個當中的法律費用 就應該已經可以包含在35萬左右 那麼我們的安排呢 是會類似我們當日呢 是就著這個緊急法和反蒙面法做的情況 第一 我們會設立一個眾籌平台 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運作 可能大家已經看到那個網址了 而另外呢 我們都有三位的信託人 都是之前就著這個反蒙面法相關的信託人 是願意繼續為我們提供服務 而另外呢 我們都會把相關的一些數目的資料 是適當的時候呢 就會公開給大家了解和知道 而當然呢 如果有權額的話呢 我們就會把那個元素均分去給 這個守護公義基金和612基金的 那麼這個就是我今天要交代的 那麼我們當然在這裡呢 是熱切希望呢 各位市民呢 是可以參與這件事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如果兩辦是可以插手 立法會裡面的事務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是一個開初 可以說是一個嚴點 令到有一系列的行動 而如果我們不想看到我們的內會 是可以隨便給別人去踐踏我們自己本身的議事程序的話呢 今次就是希望可以讓市民一起參與整個的過程 當然小額我們當然是無人歡迎 但是大額的話呢 我們都不抗拒的 所以很希望呢 能夠可以儘快籌得相關的款項大概是二十幾萬 而可以儘快得到這個法律意見 繼而呢我們禮拜五呢 就可以給市民和呢 讓其他議員或者是這個立法會主席呢 可以多一個參考的作品 梅先生,可以解釋 什麼意思呢 在欣賞外國的主席呢 你還是沒有法調校、例子 有問題嗎 再次iso Aber 隊友管詢 為人民之中 終於izi雙參與 法國代领文程審 我們將對 newsletter 完全忘記過 the legal opinion given by our legal adviser and to that extent I do believe that it is important, essential, even critical for Hong Kong people to have an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whole situation to a mixed extent and especially the matters of House committee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most of the legislators from the Democratic camp hold a different view against the present opinion from the legal adviser so since we have dealt so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seek an independent opinion and to allow the public as well as other legislators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to ha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hopefully to pick up their mind and how we should proceed and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it? . 尤其說さん about the legal case 那大家的確認不一樣 而民間は理由を取得できるようで Utah要決定要決定を奪えな 對不對 その理由を確認決定要決定要決定要決定何か そして私たちは官房話劇場についても aos量ステム Barrettを言うんですね 可能下個月已經要去審議這個負責 李慧琼是否應該去做主席 甚至去主持任何會議呢 大家都非常有疑問 我很忘記他是求證 求願 甚至是連規例都是他設計的 如果他一條龍這樣服務的話 有這麼嚴重的利益衝突的話 他是否適合去處理星期五下午的會議呢 我相信大家自有功倫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都應該去拿一個法律意見 當然我們不能夠預計得到一個法律意見 是否是會跟現在這個不同 甚至是可能還會再勁一些 是否昨天郭倫香用的離地的情況下 還有一 far可遇見 呢 我相信陰意見 可以去上次 我相信陰意見 他相信那個臄屬意嘛 有很多人的爬物